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普利格金大縣將至 烏克蘭情報局部 普丁已向FSB下達刺殺命令 普利格金還活著 兵變後已首度現身 一指露玄機 CNN報導 俄末日將軍為瓦格納秘密VIP成員 潤美聚焦這一點 但美國簽證需要提供退黨證明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30號 星期五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普利格金大縣將至 烏克蘭情報局部 普丁已向FSB下達刺殺命令 俄羅斯瓦格納顧兵集團叛亂未遂後 俄官方雖表示已結案 不會追究顧兵首領普利格金的責任 但是烏克蘭國防情報總局部 俄聯邦安全局簡稱FSB 特種部隊其實已接獲命令 要消滅普利格金 烏克蘭國防情報總局局長基里洛-布達諾夫在接受美媒戰區訪問時透露 情報局早已得悉瓦格納政變的陰謀 並一直密切關注俄國內部的發展 當被問到普利格金會否被普京暗殺時 布達諾夫談言 我們知道FSB有暗殺他的任務 他們會成功嗎 我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看到 不過布達諾夫認為 潛在的暗殺企圖似乎不會短期內發生 FSB需要一些時間來採取適當的方法 並達到準備好進行大規模操作的階段 但我想再次強調 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 另外 當被問到有關瓦格納部隊的問題時 布達諾夫表示 他們不得不承認瓦格納的確比俄正規軍強得多 但作為一個獨立部隊 未來似乎對烏克蘭已再無威脅 據俄羅斯通訊社報導 俄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主席卡爾塔布洛夫稱 在普利格金拒絕簽署國防部合同後 他已被告知其僱傭軍將不會在烏克蘭作戰 也不會再獲得俄羅斯政府的資金支持 普利格金還活著 兵變後以首度現身抑制漏玄機 俄羅斯佣兵組織瓦格納集團24日發動一日快閃兵變 此後該集團首腦普利格金就銷聲匿跡 行蹤成迷 甚至傳出他遭到暗殺的消息 白俄羅斯總統羅卡申科日前表示 普利格金已經抵達白俄 然而今天推特留出幾張他現身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照片 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推特帳號max__natto__fella今天PO出幾張疑似普利格金的照片 可以看到照片中他戴著口罩 身穿黑色皮衣和牛仔褲 手裡拿著公示包 快步走向一架直升機後搭機起飛 照片附上一句描述普利格金出現在聖彼得堡 不過很快有眼尖網友質疑 出現在照片中的並非普利格金本人 推特帳號roberto05246129提出舊照片佐證 指出普利格金的左手無名之少了一截 與搭乘直升記者明顯不符 據德國之聲報導 普利格金兵變失敗後 26日曾透過社群平臺Telegram發表音訊聲明 重申瓦格納發起正義遊行 是因為受到不公正對待 並無意推翻領導階層 但他未透露自己的下落 該音訊是在何時錄製 也不得而知 基富獨立報則援引Flight Reader航班追蹤網站的消息 隸屬瓦格納集團的Lexy-600噴射機 曾在25日自聖彼得堡起飛 到了羅斯托夫州附近即關閉追蹤雷達 稍後該架飛機又返回聖彼得堡 先前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證實 普利格金已於27日抵達白俄 根據羅卡申科居中斡旋達成的協議 俄羅斯總統普丁赦免瓦格納組織 其成員將隨普利格金流亡白俄 或選擇與俄國國防部簽約 也可以回到家人身邊 據美國星球實驗室公司日前拍到的畫面 白俄境內一處廢棄軍事基地已開始動工 一次將成為瓦格納的新基地 CNN報導 俄末日將軍為瓦格納秘密VIP成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獨家曝光的文件顯示 曾任烏克蘭戰爭俄軍指揮官的末日將軍蘇洛維金 是瓦格納私人軍事公司的秘密VIP成員 俄國流亡反對派領袖霍多科夫斯基旗下媒體檔案中心取得的文件顯示 蘇洛維金在俄國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內有個人註冊碼 VIP名單內 除了蘇洛格金至少還有30名俄國高階軍事及情報官員 檔案中心稱他們也是瓦格納的VIP成員 蘇洛維金24日發布影片 向瓦格納首腦普利格金喊話要求停止兵面行動後 就沒再公開露面 目前下落不明 蘇洛維金是戰功標柄的俄國空軍司令 在俄國進入敘利亞內戰後 以殘忍作風聞名的蘇洛維金被封為末日決戰將軍 瓦格納集團尚未回應CNN置評要求 目前暫不清楚瓦格納VIP成員資格意味什麼 包括是否有經濟利益方面的糾葛 蘇洛維金與瓦格納之間存在某種關係已非秘密 但這些文件令各界對俄國高階官員與瓦格納的關係滋生一鬥 在普利格金短暫兵變期間 瓦格納戰時佔領俄國南部的頓河畔羅斯托夫市 幾乎沒有遭遇俄軍阻撓 潤美 聚焦這一點 辦美國簽證需要提供退黨證明嗎? 最近 一位剛從中國大陸來的朋友給大紀元爆料 他今年5月在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申請特殊人才綠卡簽證的時候被要求出示退黨證明 那麼申請移民美國和辦理美國簽證的時候到底需不需要提供退黨證明呢? 美國林肯法學院法學博士作為加州最高法院註冊律師的周美表示 在申請簽證時 有兩種情況存在 一種是 如果你留下記錄 說曾經加入過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 移民官會詢問你是否有過退黨舉動 他強調 這時必須如實回答 任何一點欺騙美國政府的行為 包括工作 上學 是否加入過共產黨組織等問題 移民官若發現有一點不同意的話 都可以作為拒絕給你發綠卡移民簽的理由 如果被發現欺騙了 移民簽證會被擱置 或者會被馬上拒絕掉 而且這個拒絕 基本上是終身形的 周美說 我建議 如果加入過共產黨 需要聯繫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提供您一個正式的退黨證明 但無論之前是否在電話上 網絡上退過黨 最穩妥和最好的辦法 還是去辦理一個退黨證明 第二種情況 如果記錄中沒有入黨經歷 移民官會問是否加入過少先隊共青團 他稱 在美國政府這方面 共青團團員 少先隊隊員確實不如共產黨黨員看得那麼重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避免遇到尷尬問題 不如提前做個準備 聯繫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辦理退出共青團少先隊的證書 他表示 隨著大流行病過後 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 世界上對共產黨的觀感越來越不好 我相信 現在明白一些世界局勢的人都會選擇退出共產黨團隊 和這個極權組織劃清界限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再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